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草原,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,这里就是西林郭勒蒙的首府所在,西林浩特。 西林浩特就像是一颗草原上的明珠,点缀着草原。 说起西林郭勒,首先就离不开这条西林河,西林河在蒙语就叫西林郭勒, 而西林郭勒蒙和西林郭勒大草原的名字,也都来源于这条河。 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琪子,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西林浩特,我现在是在西林河边, 在我身后有西林浩特一处非常有名的景观,就是西林九曲。 但是今天天气不是很好,我们这么离远看,是不大能看见这条河的。 这边就是真正的大草原了,这也是我们一路走过来看见草长的最好的地方。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,看见后边这条河了吗,这就是西林河。 西林河发源于赤峰克什克腾起,流入阿巴嘎起境内的查干纳尔湖。 河水流逝,顺地形,形成了河道,弯弯曲曲,犹如一条绿色的彩绸,在微风中摆动。 西林河九曲,就在西林浩特南边大约15公里的位置。 正值盛夏,草原上的野花开得很美,随风飘动,彰显着草原的魅力。 西林河的这一河段因为河流水势的原因,在这里河面开阔,右岸坡斗,左岸坡缓,因而造成了河床摆动次数比较频繁,所以留下较多的河去。 这里的美景早就被人发现了,1998年,邮电部发行的西林郭勒特种邮票《小行章》也选用了九曲弯的图案。 相传,成吉思汗和妻子博尔帖来到此处,被美丽的景色吸引,双双纵纵马奔驰,在奔驰中,妻子的围巾不慎飘落在草地上, 而它们则全然不知,当回头望去时,围巾将直流的西林河变成了99道弯,把草原装扮得分外美丽,成吉思汗有感而发,此处造化神宫,避水庆山,避成繁盛之地,有了这个美丽的传说,让这里被赋予了传奇的色彩。 河滩两侧,以及河滩上,生长着大量的芦苇和其他的水生植物,从木栈道一路走进芦苇深处,有一种人在化成油的感觉。 看西林九许,还是要找一个晴天,然后等日过的时候看一看,过日洒弹,西林河变成肯定特别美。 从今天开始的时候,我们就正式进入西林九的大草原了,在接下来的几天,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草原,也会持续给大家分享。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,关注我,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,拜拜。